那么现在尼泊尔地震灾区的救援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马上直播连线正在地震重灾区加德满都的本台特派记者彭彦的信号 彭彦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们看到你后边的也是废墟一片具体的情况最新的消息赶紧给我们更新一下 好的我现在是在这个加德满都的市中心的地带 那么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早晨六点钟左右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平静的早晨 那么但是实际上昨天晚上是不平静的在晚上的12点过的时候 北京时间晚上的12点过的时候这里发生过强鱼症 那我们当时看到整个街区很多居民楼里的人们包括这个酒店里面的游客都跑到大街上来了 周围的建筑呢大概摇晃了有几秒钟的时间 所以说现在这个地震的阴霾依然笼罩在灾区人们的心中 我们昨天下午在采访的时候啊当时看到这个在整个加德满都的这个天空都密布着这个乌云 当地的这个民众也是说有可能晚上会下雨 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会给当地的这个救援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而我们都知道中国国际救援队一支62人组成的一个一支救援的队伍呢 现在正在这个加德满都进行救援 那么他们是在分布在这个加德满都的三个地点 带来了这个搜救犬还有一些专业的搜救的设备 那么在这个废墟里进行着这个反复的搜寻 到现在呢已经得到了一些好消息 包括就救出了当地的一名民众 那么昨天呢是在废墟里面发现有生命的迹象 那现在还在做进一步的努力 那么由于昨天没有下雨 那相信也会给他们的这个救援的进展带来一些帮助 我们现在了解到整个加德满都地区呢 它现在是一个缺水缺电缺油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路过这个加油站的时候 看到这个加油站排行的这个队伍的长度超过了一公里 很多人都是提着这个塑料瓶 就在这个加油站等候 也起码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加上一次油 而当地的这个电力供应呢主要是靠柴油发电机 当然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这个街区的这个这个电力的话 供给好像已经有所恢复 因为看到这个路灯已经亮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相信随着这个国际救援队伍的 原因不断的来到加德满都 也会对这里带来一些新的帮助 主持人 好谢谢彭业从加德满都发回的报道 也请你注意安全 谢谢